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找到了一起来同声颂读 预备起 弟兄们 我自己也深信 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戒 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因上帝所赐恩典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人 做上帝福音的祭祀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悦纳 所以论到上帝的事 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用神迹其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甚至我从路撒冷直到伊利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被提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你恩待怜悯 因为教会是你用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 并且建立在真理的吉时和注释之上 愿主亲自借着你的恩惠和你的圣道 坚固洁净更新你自己的教会 使让你的儿女们在这个世上 果寄居于客旅 担当你所赐给的使命 完成你所给我们的呼召的事情上 满得你的恩惠 使我们靠着你的道 胜过世界 愿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 如此祈求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保罗在进行长篇的对福音的性质和意义 说明之后呢 又重新回到了罗马书开始的时候的话题 一开始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 就谈到了保罗为何 比起他其他的书信 罗马书用了那么长的篇幅 去开始呢 引言的部分 是有原因的 第一 罗马教会不是他亲自建立和牧养的 因此可能某种程度 他们都没有未曾谋过面 可能彼此听说 因为有雅基拉 百基拉夫妇传递信息 可能对罗马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些情况 有一些准确的了解 当然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也肯定听说了这么有名的 外邦的使徒保罗 虽然他不是十二个门徒中之一 因此在那个时期 保罗也是蛮有影响力的 所以他们双方没有毛面 因此保罗在介绍他自己的使命的时候 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说 而且他介绍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 劝勉的时候也非常委婉的 不是那么直接的 结果呢 我们看到他讲了福音的这个性质和意义之后呢 又重新回到了一开始要讲的 所以十四节开始的时候 弟兄们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一般弟兄们 比较特征的一个记号 标记 就是开始新的主题和篇幅的时候 一般他说弟兄们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完成了上面的 具体问题的处理 做了总结 然后开始了他要讲的话 十四节 弟兄们 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 充满了充足了诸班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诫 这里面首先保罗对 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进行了一个称赞 肯定了他们是蛮有良善的 而且充满了诸班的知识的 良善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的来说良善是指人正直的行为 更强调是对人的恩慈和良善 恩惠 善待别人 所以保罗肯定他们是有这样的美德的 而且也肯定他们拥有诸班的知识 当然这个知识可能是跟福音有关的 所以在这里面说 你们以至于能够彼此劝谏 他们在福音的真理上是某种程度是很充足的 以至于彼此互相劝谏 以因着这样的福音性的知识 对基督救恩的知识 以至于他们也拥有这种良善的 蛮有良善的生活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 十五解说 但我还是稍微放胆的写给你们 这里面就表达了保罗的这个委婉 小心翼翼的去跟他们交流 处理这个问题 毕竟他不是自己用福音声的 那些像提摩泰 提多 等等自己亲近的同工 或者自己直接建立的教会 他可以责备他们的时候 或者讲话的时候 不用太多的客气 但是跟罗马教会弟兄姊妹 他比较慎重 委婉的稍微放胆写给你们 虽然你们知识很充足 但是 当然这个充足不意味着 他们知道了所有权备的福音 不然的话 保罗也没有必要给他们写信 放胆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保罗非常委婉 他的意思说 我知道你们已经知道很多 但是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们 做传导人真不容易 对一些不同的会众 他讲话也是有的时候非常慎重 避免造成对方的误会 以至于 本来这个在当时的氛围里面 质疑保罗使徒 只愤得这样的人有很多 又没谋过面 然后犹太人又对保罗有很多的控告 所以他非常谨慎 免得因为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或者隔阂影响福音的事故 所以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别因神给我的恩典 那这样的提醒 跟你们讲 能够带着这样的勇气写信 给你们讲福音的性质和意义 其实是因为上帝给我的恩典 这个恩典是指什么呢 不是指所有一般圣徒领受的 在基督里面的赐给我们的什么赦罪 称义 神儿子的名分 这种一般性的恩典 而是指上帝赐给使徒保罗的 特别的做使徒的 特别是做外邦人使徒的恩典 这是前面他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 已经说了嘛 特别强调他做耶稣基督的仆人 上帝宣讲上帝的福音 然后特做这样的奉派传福音 然后讲了他如何得恩典 作为外邦使徒这个日份 那使我 那在这里面他就这样子做了这样的称赞和委婉的 这样的介绍 这是他书信的格式 前面书信开头的时候也是这样 先有这样的称赞 然后也有这样的委婉的 前后都对应结构是类似的 然后紧接着他就开始介绍他作为外邦人使徒宣教的使命 因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典 使我为外邦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那基督耶稣的仆役 仆役这个表达不是太常见的 他说为了基督做基督的仆役 做基督的工作 上帝的恩典使我做基督的工作 能够参与基督的工作 做他的事工者 那在这里面说为外邦人 罗马教会绝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保罗讲了这么长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是作为外邦人的使徒 你们也是外邦人 理所当然 虽然不是我直接传福音建立的 理所当然是包括在我的事工发展 范围内因着神的缘故 因着基督的缘故 他讲这个 所以前面一章一节到十五节 讲了那么长 就是为了说明那个 为谋面 但是你们也是属于我事工的范围 我去是理所当然 但是他不是强硬的 硬邦邦的那么讲 恐怕对方产生反感 就你别来了 那就那就OK了 那就事工就结束了 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祝福 然后去往西班牙去 所以他非常违缓的提醒他们 我对你们讲话虽然没毛过面 但是仍然在你们身上是有这种属灵的权柄的外邦的使徒 做基督的福音 然后他这里面强调说明这个福音的基础是什么呢 上帝给我的恩典 这个一节到十五节是我们也说了 然后他赐的这个使命的形式 或者是对象呢 是外邦的使徒 特做外邦的使徒 传福音 那圣经里面 保罗形容那个感动彼得 感动彼得 做犹太人的使徒的那位圣灵 同样感动保罗 做外邦人的使徒 保罗就其本心呢 他是对自己的民族很有热忱的 福音 九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了 十章九章里面 然后使徒新传里面我们也看到 他这个脑袋血了尖要往耶路撒冷去 明明圣灵别人提醒他 一定有被捕的事情 但是他为了他本族的福音 犹太人的救恩 他是非常有热心的 甚至像他自己所告白的 哪怕是与基督的恩典隔绝 像摩西所说的 将我从生命车上涂抹 我也愿意让我的本族得救 他是对自己的民族 犹太人的福音是有负担的 但是有意思的 上帝跟他开了个玩笑 让他往外帮人去传福音 通晓犹太人传统 旧约律法的保罗 面对懂律法的犹太人 沟通谈话的时候 当然是有这个绰绰有余 对不对 这个专业对口了 对不对 但是上帝却拆遣他去 对那些不懂律法的外邦人传福音 上帝很幽默 所以在这里面看到 提到了因为上帝赐给他的恩典 使他做耶稣基督的仆仪 以至于让他去服侍外邦人 所以在这里面说到 这个使命的目的 目标是叫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这里面提到了 做基督的仆仪 做福音的祭祀 当然这里面是暗喻的说法 读这个书信的人 肯定不会误解保罗说 我是祭祀 然后外邦人是祭物 当然不是 是暗喻的说法 所以他作为福音的祭祀 要将外邦人和外邦人的赞美 侍奉感谢 作为祭物献给神 他就起到这种中见的作用 要献上外邦人归给神 接着福音 所以这里面已经限定了 他做基督的仆仪的 侍奉的对象 是外邦人 作为福音的祭祀 叫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约 那这里面特别强调了 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祭祀 祭物都是暗喻的 但是 新约和旧约里面 祭物祭祀 这里面的祭祀 是指一般的圣徒 或者是传道人 彼得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祀 这是所有的基督徒 神的儿女 然后保罗这里面说 做福音的祭祀 就又指他自己是传道人了 然后祭物呢 是指外邦人和他们的感谢赞美等等 旧约的祭祀是亚伦的后裔 新约里面是每个圣徒和传道人 然后旧约的祭物是牛羊鸽子 什么财物 古物等等 那新约里面 这个祭物就变成人和人对神的敬拜感恩 但是这个内容已经变了 祭祀也变了 祭物也变了 唯一不变的是蒙神悦纳 旧约里面 你要照着摩西 上帝 接着摩西所吩咐的律法要求的 献上合身心意的礼拜 或者祭物的时候 上帝悦纳 那新约里也一样 照着使徒 传道这样的福音 将外邦人献给神 他自己作为祭祀的职份 这种福音的祭祀的职份 然后献上外邦人的祭物 这两个就没有办法分开 对不对 外邦人不可能离开福音的祭祀 去自己跑到上帝面前 蒙神悦纳 要有祭祀献上才是 就把两个人捆绑在一起 上帝悦纳 实际上就谈到我保罗 你们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献上你们是蒙神悦纳的 也是在为自己将来去 和获得他们的支持 做铺垫 那在这里面说 因这圣灵成为圣洁 圣灵常常我们说圣洁的灵 那它如何使外邦人成为圣洁呢 我们知道这个圣灵 使外邦人分辨为圣 圣洁的概念 不管是这个成为洁净 或者说道德上无有瑕疵 礼仪上是成为圣洁的 还有就是分别出来 圣灵 福音宣讲的时候 圣灵感动这些外邦人 光照他们 重生他们 使他们悔改相信 以至于与基督联合 罪得赦免成义 进入到基督里面 领受基督里的福问 与上帝和好 所以就分别出来 让基督的血买熟了他们 分别出来 基督的血已经流了 基督代赎的功效是借着圣灵 实际的应用在这些选民身上 使外邦人分别为圣 归给神 成为圣洁 那当然继续的 他圣灵的感化 感动 使他们逐渐的成圣的过程当中 成为圣洁 所以在这里面 很关键的强调了圣灵的作用 外邦人能够成为圣洁 当然有基督的功劳 还有圣灵的工作 以至于蒙上帝的悦纳 所以这就介绍了他自己工作的性质 目标就是适逢外邦人 十七节往后就谈到了他 这个事工的起源和成就 这里面说 所以论到神的事情 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你们虽然知道 有诸般的知识 但是有些事情 虽然你们知道了很多 但是有些事情 还是需要保罗的教导 他在这夸耀 但是不是夸自己 而是夸什么 夸基督 夸神 论到神的事 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 在基督里 指着基督夸口 靠着基督夸口 除了基督 注意十八节 保罗所提到的内容 他谈到的主语是基督 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 和十六节所说的 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福音的祭司是相对应的 是一致的 传道人 使徒保罗是使徒 但是他没有说上帝护照了 OK我就按照我的学识 按照我受到严谨的训练 和我的热心 我的力量 我努力的做 我是主体 事工的主体 所以我就努力的去 结果则 他不是 他说基督借我做 基督是真正做工的主体 我是器皿 借着我 我是手段 我是工具 我是器皿 我是他的仆役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 你看 我言语作为 注意这里面提到了一些事情 还有是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他做工的性质 基础是基督透过他来做 这就是使徒独特的一个身份 和事工的性质 来到罗马教会 基督借着他来做一些事情 那在这里面说到什么呢 那些事还有言语的作为 那些事学者们认为就是 神迹奇事是那些事 当然保罗做的事工 不只是行神迹而已 还有很多相关福音的内容 对不对 建立教会 牧养 劝勉 写信等等 当然也包括一些特殊的那种 他不会 不是只是局限在神迹奇事 神迹是指向目的 彰显出神的作为 奇事是讲到我们那些超 让令我们感到惊奇的那些事情 所以有些中国基督徒 国内近些年来 特别比较热心改革中升学 有些帝人姐妹就问 传统的教会的时候 那信神迹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不相信神迹的传统教会不太多 还有些人相信一些超然的 什么恩赐之类的 我们这里不谈恩赐 那么就说到底恩赐 今天还有没有神迹 神活着当然有神迹了 对不对 神迹 约翰福音里面是记号 虽然他指神迹的单词不同 但是他强调记号 还有是令我们说的神迹奇事 是圣经里标准的表达方式 奇事就强调那些任务 惊讶感叹的超自然的事情 神迹就是神的作为 每一个神的作为都指向神 就像耶稣所行的五比二鱼 约翰福音里面 约翰可以 事件背后就有神学 我是生命的粮 对不对 那祝鹏节点篝火的时候 我是世上的光 对不对 讲到羊群的时候 我是真牧人 我是好牧人 都是这样的 所以事件是跟话语 跟他的自我启示 印证他的自我启示 然后我的我是 Ego Ame 就是解释了那个事件 是共同 所以那些事和言语 都是为了启示神来效力 保罗也在这里说到 同样的这个模式 借着我做的那些事 和我言语的作为 这都是他事工的性质 借着一些做事 借着他宣讲的福音 写的书信 教导 为的是 使外邦人顺从 再次强调他这个 作为使徒的这个使命 外邦人使徒的使命的目标 是叫外邦人 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经 可蒙月娜 然后借着他言语 那些事 言语的作为 就是用神迹歧视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从 这里面说到了圣灵的能力 学者之间讨论很多 那圣灵的能力 最终的结果呢 比较合适的解释 就是圣灵的能力 不只是局限在神迹 其实是 包括保罗所讲的 我讲说这些事情 不是凭着 这个人的智慧 乃是靠着圣灵 借着圣灵的能力 所宣讲的信息 不是靠着世俗的智慧 乃是圣灵所赐的智慧 能力去宣讲福音 所以在这里面 使外邦人顺从归向神 顺服神 然后无解 谈到了使命的范围 第五小题 从耶路撒冷直转到 以利利古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那其实严谨的来说 保罗宣教的起源 其实地是安提阿 但是他为什么 从耶路撒冷呢 一般外邦的教会 建立起来的时候 耶路撒冷就派人 总会嘛 就母会就派人下去看看 是建立了教会 什么比如说彼得 是吧 等等去了这个 哥尼流甲 然后见证 外邦人这个教会的建立等等 有这样的传统 那这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重要的还有就是使徒新传 一章八戒里面 从耶路撒冷到 由太全地到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 从耶路撒冷开始 直到以利利古这样的地区 在各处传了福音 使徒保罗 我们透过使徒新传也好 他的书信也好 我们看到他到各地传福音 有的地方三个月 有的地方六个月 有的一年半两年等等 建立起来了 然后就交给当地的同工 就离开了 或者派其他同工来负责 那那个地区并不一定福音化 但是有人信了 传了 然后借着那个教会的建立 渐渐的那个福音 就在那个地区传扬 所以他在这里面说 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利古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不是意味着全城 所有的人都听了 他直接的传 传过了 有的时候因为逼迫 不得不战略性的撤离 逃到别的地方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范围 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利古 因此呢 他现在就谈到了 这样的情况 然后他这里面又出现了 最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 被撑过的地方传福音 那这里面我就不省去了 所有论述的过程 结论的来说 这个不是指通则 保罗说了 就是福音不能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 所以他每次传福音的时候 去的都是用现代的宣教术语 就是卫德之地 是吧 福音卫德之地 这个福音甚至几乎没有信耶稣的人 完全是生新的地 直接去了 不是这样 是吧 我们看到很多保罗去 包括罗马教会 要去也不是保罗自己建的 什么像去菲律比啊 发现没有 去了祷告的地方 那里面已经有信主的了 对不对 然后或者会议堂啊等等 所以这句话不能成为保罗 事工的一个硬性的原则 应该作为他的心愿 他期待的是 不愿意把福音基础 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之上 所以他渴望 已经传了的福音 他要到新的地方 没有听福音的地方去 是表达了他这个意愿 不在基督的地方传 免得被见得别人更强 就如经上所及 未曾闻之 他的信息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所以他如今 这个地方已经基本上 福音的种子已经散了 教会已经建起来 他渴望的是向着更远的 西班牙去 这后面会提到 然后渴望透过去探访 罗马教会与他们交通之后 获得他们的支持 这是这个罗马书开始的时候 已经交代了他的目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今天的本文里面 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实际上他就是一番面 跟他们一些称赞 一些寒暄问候 然后再次强调他 外邦使徒的使命 他宣教的意愿 然后也回顾了他过去的事工 现在他准备要去罗马 这个是下周要谈到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呢 除了客观的了解 寻求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 意图之外 其实我们从中也看到了 这个使徒保罗 他所传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里面就是作为福音的使者 基督、圣灵、神之间的关系 教会是我们说一个属天的机构 在社会上 在这个金市上 在地上 它属于一个什么宗教团体等等 无论你注册不注册 像韩国注册 国内是官方的是要注册 家庭的就按他们的说法 就是非法了 不给注册也不能注册 所以就非法集会 那无论在地上怎么看 在哪一种政治形态 或社会群体里面 教会是一个组织 社团 那在上帝的眼中 教会是属神的机构 在地上的领事馆 作为灯 作为光 作为眼 作为承担了福音使命 上帝的国的模型 上帝灵格在教会当中 上帝透过教会 虽然一方面教会本身 也是在不断地 完全的过程当中 向着完全救恩的深化 成圣的过程当中 但是同时教会也担负着 在地上的福音的使命 要不断地福音 我们讲主导文的时候 也谈到了两个层面 一个是深化的 神的国在我里面 个人性的成圣 教会在智上的成长 神的国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灵 你的道在我里面支配我 我更多的舍己 更多的顺从 功课己身 什么清探今世 暮想未来等等 这是智的深化的 福音深化在我们里面的 这个维度 另一个维度 还有水平的 在量上的 扩张的 向外延伸的这样的 愿你的国降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不光是我 我自己尊你的名为圣 而且愿人都 还有那些 还没有认识你们 没有正常去尊容神的人 渴望他们也能够来尊 这就是福音的扩张 借着这个 在地上的教会 天国的领事馆 给那些 借着福音招来的 神的百姓 发这个天国的签证护照 大概这个层面去临想 所以使徒 保罗个人的 他有特殊性 他作为外邦的使徒 所以他始终关心 福音向外邦传扬 圣灵在里面催促等等 基督给他的使命 然后基督透过他来做工 所以他作为仆役 如何去顺从神 顺从圣灵 如何去忠实去宣讲这个福音 所以借着那些事工 借着那些话语的服事 宣讲教导 劝勉传道 然后使更多的外邦人 顺服归向神 其实教会的所有的事工的本质 就是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教会作为 我们特别是我们 无论是韩国人 中国人 外邦人作为 已经归顺给基督的外邦人 我们不断地去深化的 更彻底地去学习顺从基督 顺从他的话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去劝别人 引领别人 让更多的人归顺基督 那为什么要归顺基督呢 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是新来的 那我简单地说一下 就从亚当 从伊甸园 那个平时多跟他聊聊 这个有像 从伊甸园 那产生了那个 偷吃 不能说偷吃 吃了禁果嘛 当然这个禁果和我们文化当中说什么 吃禁果 那个不是一个概念 违背了神的命令 所以成为堕落犯罪嘛 然后被咒诅 离开伊甸园 这个象征着人的背叛 死亡 等等的来临 那上帝在整个历史当中展开的进程 其实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 重新恢复 重新寻找 重新拯救 我们这些失丧的人 原本应该是以上帝为中心 继续敬拜神 尊荣神 尊心神的命令 然后按照这个 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王权 在地上去统治 但是因着人的背叛 结果丧失了嘛 所以上帝要 借着耶稣基督重新恢复 所以耶稣基督来了 然后借着他完全的顺服 定死在十字架上复活 做成了这个救赎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祭物 赎罪的祭物 牺牲的祭物 替我们赎罪 替我们承受了罪的死亡和刑罚 所以那些信他 他就应许信他的人 可以获得罪的赦免 获得诚意 获得永生 与上帝和好 成为神的儿女 重新开始恢复神的统治 在我们身上 我们实现神在我们身上 当然那个末世的时候 那新天新地 那是又要说的更多了 所以借着基督与上帝和好 那我们今天也是借着 已经与上帝和好的人 在学习效法基督的同时 我们也要去传扬基督的福音 让更多还未归顺基督的人 让他们借着我们的作为 借着我们的言语 借着圣灵的感动 使他们能够信基督 那我们中国人 有一个这样的误解 常常会 你们基督教太独断了 太霸道了 就得信你们的上帝 天下那么多神 为什么非得信你 信你的才上天堂 不信你的都搞到地狱里了 注意啊 他有两个错误的前涉 第一个 就是那么多神 为什么只能信上帝 其实这个不是事实 我们认为是神的 其实不是神 那个创造天地的神 透过圣经自我启示的 那位神 其实只有一位 真神只有一位 所以有很多假神 希腊神话里面的神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有很多的神 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的神的概念 什么石头 各种金属材制作的 有的是布 有的是这个红布 有的是什么各种 对吧 我们人 可能有多少人口 就有多少神 甚至比人口还多的神 对不对 像日本 甚至各种植物 甚至人体器官都成为神了 对不对 圣经里面责备以色列人 你们成的数字都比你们的 你们神的名字 比你们成的数目都多 实际上是你们的神 比你们的人口还多 人里面神的概念 其实有很多 真的是神的概念 超然的 想象出来的 还有一些是 近乎神地位那样的 什么主义 那个理想 我们自己 其实都可以神化 自己不知道 但是其实都是神化 绝对化的一些东西 是吧 都是我们自己的神 所谓的物质主义等等 那神只有一位 所以要认识真神 那你说 我说神只有一位 太霸道了吗 这本来就是什么 除了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 是因为真的 除了我以外 就没有神 你说除了我以外 我才是你父亲 我才是你哥哥 是吧 这是事实吗 你霸道 那么多父亲 为什么你只说 你是我父亲 对不对 只有一个 对不对 亲生的 那第二 那为什么说 信你才 让他上天 不信你都搞到地狱 其实这个话里面 已经有一种 错误的公平概念 上帝不公平 太霸道 信你 你这个人还挺虚荣的 信你了 你好 你就来上天国 不信你就翻脸 然后就给我们搞到地狱 其实他有一个错误的公平 人人都应该上天堂 同样都是好人 但是信你的 你就高兴了 就让他进来 好像人际关系 那种 靠搞关系似的 那第二 不信你 你发脾气 你小肚鸡肠 这个 就容不得别人 不信你 然后就 就搞到地狱 这是错误的前提 实际上 前提是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背叛了上帝 也就是我们都犯了死罪 按公义 公平的 这个标准呢 大家都应该下地狱 但是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来 拯救我们 应许我们信的人 可以罪得赦免 与上帝好 进天国 上帝对我们 发出这样的真诚的邀请 这样想的话 这个事情就完全变了 对不对 明明是好意 给我们一个机会 邀请我们进天国 免受地狱的刑法 因为耶稣已经替那些 信他的人 承受了这个刑法 所以让那些信他的人 信靠耶稣的人 就可以免去这个刑法 这不是不公义 已经在耶稣的身上 实行了公义 恩慈呢 白白地赐给我们了 但是有的人 信了 刚才我们讲 接着圣灵的光照的人 信了 他就 白白地得到了这个 罪的赦免和 天国的福分 但有的人就不信 那你说他 死活都不就义 你能说医生不好吗 已经给他诊断了 你这个癌症 至少还 如果好好治的话 百分之五十的这个生存率 给你要 免费的一天 不信 我没有病 我不需要就医 我干嘛要去 听你们的那个忽悠 一定是卖假药的 一定是骗人 等等 不信吗 后来这个病严重了 要死掉的时候 想起来了 这个白 事情是这样的 所以弟兄姊妹 前提是 我们是罪人 我们确实背叛了上帝 我们是该死该灭亡的人 事实是上帝满有恩慈 他差遣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 他应许我们 不是靠着我们的 这个财富 学历 努力 等等 不是根据某些条件 只是应许我们 我们愿意谦卑地去相信 耶稣基督 他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让耶稣基督所流的血 成为我们的代价 可以让我们白白地 得到赦罪和永生的祝福 这是神的恩典 领到了我们这些不配 原本应该定罪的人 结果他却给我们一个豁免的机会 所以没有什么不公平 很公平 上帝在耶稣基督身 已经完成了公平 让罪人的刑罚 让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 这个公义的审判 但是恩慈却留给那些相信的人 他们因着信耶稣基督 基督替我们受刑罚 我们就白白地无罪得释放 这种法则在社会里面是看不到的 社会没有这种规则 是不可能的 谁犯罪就应该受刑罚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在上帝的法案里面 他设计了一个死刑犯 可以得以脱离死亡 进入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这是上帝自己定的 所以在基督身上既彰显了公义 因为神将所有罪人的罪 都刑罚在他的身上 背负我们的罪 所以称为替罪的羔羊 这个不是冤枉的概念 是他主动地替我们背负我们的罪 第二就是恩慈的概念 借着他替受刑罚 然后让他的恩慈 可以临到那些信的人身上 所以使徒保罗就是为了传这样的福音 他在若干年之内传了以后 现在再也没有传福音的地方了 他就总惦记着要到当时 他们的世界里面认为最远的地方 就是西班牙 因为现在的话西班牙 他觉得到那个地级 到那个最远的地方要传福音 所以途经罗马 盼望罗马教会弟兄姊妹交通之后 获得他们的支持接待 然后让他去上西班牙去传道 实际上结尾的部分 按道德教训是没有什么道德教 后面有劝戒那个可能 但是就是因为他是书信 福音的性质和意义已经介绍完了 然后后面又介绍一些吃的喝的问题 介绍完了 这个就介绍保罗的事工的性质 所以从他的事工的性质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这个教会侍奉的方面 教会的使命 以及教会所承担的角色 虽然教会不是使徒 但是教会也是基督的仆人 基督的身体 在地上有所承担的使命 更具体一点 我们个人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是作为基督的仆人 广义的仆人 是侍奉基督 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 就是传扬基督 作为光 作为眼 往地及传福音的使命 所以我们是什么角色 做工的是基督 但是基督透过我们做 这个就了不得 所以希望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对成就透过我们 让更多的人能够归下基督 让基督不但得到荣耀 让那些人自己也 与我们一同得福音的好处 好 我们今天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